一段时间博士请他女朋友吃饭 两个人一起吃饭 吃完以后女朋友说 这样吧 今天咱们俩AA制啊 是这样每个人60块钱 我付了吧 然后你把钱打给我就行 你知道该打多少吗 博士说我知道 该打120 女朋友说这就对了 我想问一下这两位小朋友 玩过这种卡片人没有 你玩过卡片人是吧 喜欢玩吗 喜欢玩 旁边的小朋友也可以回答一下 我也玩过 好 谢谢啊 你放心 现在小孩玩卡片人的还真不少 我儿子有时候也玩卡片人 所以我那次上网搜了一下 网上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卡片人能在线上自由滑行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怎么叫自由滑行呢 平衡才可以弄出来 那个卡片人那么容易平衡吗 滑的时候用那个限制 只要放在那上面 必须出来一个坡才可以滑行 好 谢谢你答案 主要是就是跟那小朋友说的 就只要是你掌握的 先把那个卡片人放到那个绳上 只要是能够保持住这个卡片人的平衡 然后那个绳一边高一边低 就像敲敲敲板似的 那样一高一低 它不就自动开始滑行了吗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难道这种游戏你玩过吗 我真没听说过 什么是卡片人 没玩过能看过呀 对 我也没玩过 什么是卡片人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卡片人我以为是 可能现在小孩玩的 现在小孩玩的呢 我以为是扑克牌上那仨人呢 Go to RK 我以为是Go to RK呢 Go to RK是吧 我觉得一个卡片在线上自由滑行 我没见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暂时保持怀疑态度吧 所以你说就是假的呗 不 我 你玩过 那我认为是你玩过我就听你的吧 我看别人玩过 但你痛快点 我没看过 我说是真的 你说是真的 你们两位都说是真的 对 我没看过 但是他说他见过 这人怎么这样呢 好了 两位嘉宾都认为 这个答案应该是真的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实验让你眼见为时 有请贝贝 欢迎大家来到是真的吗 真假实验室 网上有传言说 卡片人可以在线上 自由地滑行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主要是没见过 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 我是印象中 见过一个小朋友玩 但是很久了 我觉得一刚才就在想 他怎么在那个卡片上面 就能站住 对 我也觉得 第一步能站住 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那首先呢 我们先按照网友的方法 来准备道具 线 普通的鱼线 卡片人长什么样呢 卡片人 它真的就是一个薄薄的卡片 就像刚才永利所说的一样 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保证 让他在线上能稳稳地待着 先骑上去 对 他这个姿势待着应该不成问题 为什么 你试试 他这个腿够长 你拿这个 你拉那个线试试 你需要试试吗 我试试 来 有请余涵帮我一起 你说是真的是吧 咱先别拽那么长 咱就去拽这个 对对对 首先保证 让他在上面待着 你快让我放上吧 你这样 好 看 手松啊 手松啊 不能用手压着他呀 来抬高一点 我再试一下 是你刚才没有放平 对不起 我没放平 好 现在你自己来放 能不能 给他卡出一份来是吗 对 好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 让卡片人 你真是 在线上牢固地待着 还失败了 你非要这么伤害我一颗童心吗 你不都是有丰满的梦想吗 是吧 先回去 来 掌声感谢 我们充满童心的 魏将军 谢谢 谢谢 好 刚才我们试过了 卡片人是没有办法 稳稳地在线上 怎么办呢 换一根出线 好 现在我们就要按照 网友的方法来试试看 给这个小卡片人 要做一个加工 这是什么 电池 磁铁 准备四个一样大的磁铁 将磁铁 给它加在双脚的中间 我们要跟它来点重量 比刚才的卡片人要稍微地沉了一点点 现在这样就可以让它稳稳地骑在这个鱼线上吗 不知道 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我请我的实验助理上台来帮忙 来 有请实验助理 魏哥 我们截取了一定长度的余线 长度大约为 看我们地板砖的两块 这么长 现在我们要试的是 看看加了四块小磁铁的卡片人 第一步 能不能稳稳地骑在这个细细的线上 虽然磁铁的重量很小很小 但是真的让它稳稳地待在上面了 看 但是我们今天要验证的是什么 卡片人能在线上自由滑行 现在我们就给它制作一个坡度 来 魏哥 我抬高 你蹲着 现在我们用这个线给它制造一个角度 加油 小卡片人 来 一二三 走 好玩 好玩 还真的很稳 已经回到红年了感觉 加油 我感觉我们俩像在滑翘翘板 魏哥棒棒的 原来宝宝的卡片是可以做到的 请看这个卡片人其实上下是一样 就从中间分上下是一样长的 从这个位置分是吗 对 膝腰那个地方 假如说我们把它倒过来 它会平衡吗 它的意思就是拿大顶 是意思吗 这还可以的 你没有看到它脑洞大开吗 你观察力真的很细致 这卡片人的脑袋上真的是有一个豁口 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样就来试一下 对吧 让它拿那大顶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应我们永利的要求 我们现场改良了一下 这个小卡片人 我们将磁铁给它放置在手掌中心 接下来就请你跟我一起来看看 到底这样能不能成功 好不好 考验脑洞的时候到了 先我们得把这绳拉直了 对 第一步还是看它能不能先待着 来看一下小丑拿大顶 它虽然没有倒 但是它趴下了 因为它脚太长了 它会自己调整 大家看到没有 来一个来回 我觉得咱俩的表演杂技 好玩 而且你看它 你不管怎么动它 它会自己去找平衡 对 咱俩仿佛回到了童年 加油 我们俩好天真烂满的感觉 除了咱俩 现场最开心的是谁 小朋友 对 要不要现场来玩一下 来来来 我们请现场两位小朋友 上来自己玩一下 好大 来宝贝上来 不拿大顶了 让它直接 让它直接趴了 小朋友高兴了 知道怎么玩 宝贝 知道吗 好 厉害 不用管它 对 继续 继续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耶 谢谢 谢谢宝贝 到底是为什么 一个小卡片人 就可以在线上 可以这样自由地滑行呢 这是因为重心被降低的缘故 当这个卡片人的双脚被加上磁铁之后呢 整个卡片人的重心就被移动了 那到底移到哪了呢 我们看啊 实际上是移到了它的双腿夹缝向下垂直于地面的焦点处 但是它的支点呢还在双腿夹缝的位置 所以就让这个卡片人的重心呢 低于了支点 所以它就可以骑在线上 不会倒 当卡片人的摆幅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它可以稳稳地从棉线上呢 由高处向低处自由滑落 就不会掉下去了 在杂技表演中啊 我们看到走钢丝的演员手里呢 往往都要拿一根特别长的杆子 这个杆子我们看到它们呢 不是举起来的 而是被尽量地放低 这样演员的重心就会下移 这样就有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 另外呢 长长的杆也会相当于延长了手臂 使演员的重心呢 在小范围内晃动 不会因为身体的大幅摆动 而导致人掉下去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小实验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别忘了给我们提供线索 告诉我们你想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事情 关键也让我们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 卡片人能够在线上自由地滑行 这个说法是 真的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实验 也恭喜两位嘉宾又都答对了 我挺想翻过去的 是吗 我挺想翻过去的 我也很想翻过去的 我挺想翻过去的 我挺想翻过去的